據報導 近期北京公交車司機急招過年不回家 年齡18至55歲的男性保安員 月薪5500元 還提供免費食宿 外加服裝和紅包 在北京的四川訪民江女士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最近每輛公交車上都有2名保安員 他們應該是防止發生突發事件 不是抓小偷的 他說 每一次上車 他們的任務就是宣傳不能帶毅然一爆物品上車 有北京市民表示 公交車上有保安員這個現象已存在多年 除了宣傳不能帶毅然一爆物品外 一問三不知 數月前來過北京的周女士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不僅僅所有的公交車 北京的社區居委會和居民小區也組織了一些大媽搞什麼群防群控 在他們的印象中 上訪人員跟恐怖份子差不多 北京居民李女士也是一位訪民 她表示 保安形同維穩人員 北京黃山區一張姓居民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不少企業欠薪 討薪事件不斷 當局擔心社會矛盾演變成群體事件 村裡大門口都有港哨 凡是外來人都要登記 警察都在設陸崗 老幹壞事 她肯定是恐懼老百姓如果要是起來推翻她這個暴政 專制獨裁的政權 她肯定是有這個擔憂 新唐記者陳傑 李珊珊 高玉採訪報導 字幕周章 李珊珊 rick 初勝手 民眾 arrange